很乖 然后长得很可爱 它看起来都是笑眯眯的 龙井国中亲善天使 非它莫属 它是这里的校园犬 小朋友 在狗狗的世界里 它虽然是阿嬷等级了 却每天照常出情 身为一只校园犬 主要担任的角色 像是狗老师 守护犬 半毒犬 小朋友因为个性稳定 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陪伴 孩子与校园犬的相处 画面在这里是常态 八年来有太多记忆点 运动会上穿校服一起进场 站在门口迎接毕业旅 居行回校的同学 好可爱 只要有小朋友在的地方 总是充满笑声 他原本是浪浪 辗转转进到校园服务 曾经两度参与 由农委会和教育部 主办的校园犬基优选拔 能够参加第二届就已经很不容易 因为想两届相隔了五年 然后狗的寿命也是短短的十几年而已 今年是第二届选拔 小朋友从45只校园犬中脱颖而出 入围十大基优校园犬 9月3号要带着孩子 对他满满的肯定 北上领奖 有他的话就满满的 大约新闻来被宣告激增 台中报道